我們都是非常愛妻一族的 對太太非常好 他的太太也跟他講說 你四年之內選 再選這次市長 四年選三次 你破了中華民國的紀錄了 幾乎年代選 陳世凱也有過 你記不記得 不一樣 他是步步高升 那魯明哲說這一次選市長 你就沒整合好 我怎麼選 而且我選舉很花錢的 尤其在桃園 張漢正馬上就知道了 桃園現在你看起來 好像是很淳朴 非常藍 非常藍 也要非常多的錢 你才可以選 沒有錢選不下去 因為吃飯要錢 照顧老伯伯要錢 然後去走場要錢 紅白包要錢 因為我陪陳元聖去跑過很多場 這邊在結婚 我就跟著市長候選人 市長候選人來了 大家很藍的團體 很藍團體 進去之後 陳市長候選人走了 我們跟著尾巴要走 他說你們還沒有包 包什麼 包什麼 這是婚禮 見個紅吧 那怎麼辦就包兩千塊 這會被人家罵 兩千塊 兩千塊 人家給一萬 你給兩千 那我怎麼辦 所以桃園選桃園 你就知道了 桃園人很多 快三百萬 常常在結婚 常常在公祭 公祭你不給錢出去 後面就罵你 我在無權 這是桃園 我不是說商家不好 這是禮貌 桃園是一個很多禮 富而好禮的地方 所以章三層要準備很多白包 跟紅包 可能那個花年的地要賣一賣了 對 不然的話很麻煩 對 那其實他最高興 為什麼說 因為他是沒有辦法 他的支持度 民調最高 可是他老婆就說 你不要再選了啦 這樣選很累了 我們全家休息一下 你把立委當完嘛 所以他就講 我不要當滷一半 我要把滷蛋滷完 所以他要當完四年 那可是呢 眼看呂逸林的聲勢起不來 眼看羅志強在那個地方亂 怎麼辦 很多人說你就選了嘛 你就選了 所以他前一天才講說 如果 才鬆口啊 怎麼就被朱立倫 給那個倒打一把 朱立倫說 我從來不求人的 我老朱從來不求人的 一問就是人家求我 你說如果黨中要徵召你 還要給你資源 還要給你人 什麼都要給你 那朱立倫說 那我找個拔蠟 去選就好了 幹嘛找你 真找了個拔蠟 我沒有做拔蠟 對 還真找了一個 跟桃園完全不相干的人 張三鎮 有啦 在桃園 曾經在這個Google做過 他們說做在龍塘 對 在龍塘 高科技產業 那邊做了大概十二年 那如果這樣 我算高雄人 在高雄服役加念書 念了十一年 第幾軍團 第八軍團 對 我也算高雄 不是的 不是這樣子 在那裡工作 不是那裡人 但是不管怎樣 魯明澤也講了實話 他說要趕快 啟動修補傷痕行動 好像這個 昨天的突襲 似乎是一場戰爭 像那個俄羅斯 去攻打烏克蘭一樣 怎麼會這樣呢 好 呂玉玲生氣 邱一聖退出群組 我不接電話 然後呢 萬美玲呢 也說心理上難免無法接受 然後要謹速迷平 那全部都是負面的回應啊 然後再加上這個鬧事的羅志強說要沉澱 錯愕驚訝五味雜陳 更嚴重的 我再請教你了 你也是一個韓國瑜專家呀 請問你到底韓國瑜有沒有事先被那個諮商呢 今天韓國瑜貼臉書的意思都 我沒有 我不知道 然後他的愛將王淺秋 在廣播節目裡面痛怕張善政 痛罵朱立倫 他還罵那個王淺秋罵那個張善政說 你不要這個去扒那個韓國瑜 韓國瑜沒有在這一意裡面 你自己的鍋自己扛耶 結果本來朱立倫還想讓韓國瑜那個參進來 替張善政抬轎不到二十四小時 就被跟這個完全給揭發了 揭穿了 那沒有韓國瑜那到底誰 馬英九有用嗎 目前來講 我想下一個馬英九會說 我也是被告知而已 我跟你講國民黨這一群人 這群人說句實話 真的是相當的黏稠跟噁心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你知道嗎 什麼叫黏稠 遇到好處就沾著 對如果說張善政這個棋推出來 哇 整個桃園全是沸騰 萬星鼓舞 對萬眾歸一 大家團結 那韓國瑜就會說 哎呀這個還好 我我我我做的重大的決定 我一定挺張善政 那馬英九就會說 我們一起團結 拿回桃園 加油加油加油 這是如果好 就粘稠 如果不好 開始了吧 甩鍋 關我什麼事 關我什麼事 我只是被告知了 我不知道了 然後當然要透過他所有的發言人就出來講說你們不要蹭韓國瑜 韓國瑜已經回歸自己的田園生活 要做公益做善事 對於政治已經不太關心發覺事態不妙了 趕快抽身 怎麼能燒到我呢 對不對 我又沒有要選 怎麼能燒到我呢 今天才第二天 後面第三天 這四天會更精彩 會更精彩 馬上馬英九就會講說 希望這個朱主席 還是好好的跟桃園地方的人溝通一下 互相能夠融合團結才能勝利 這是最噁心的一句話你知道嗎 誰不知道國民黨要團結啊 誰讓你團結 是誰在破壞團結 主席嗎 人家本來就是一個group 一個團隊的 人家都搞得好好的 慢慢你按照遊戲的規則出來嘛 未來不管是這個魯明哲 呂玉玲 或者是羅志強 或者萬美玲 你誰出來的說句實話 未來都還有團結的機會 還有機會哦 可是張善政這麼一窟窿下去 一逃殺三世 全載了全載了 對不對 魯明哲剛表態 你也不要選了 魯明哲是解脫了 解脫 沒男的事了 解脫對不對 然後這個呂玉玲呢 是一肚子不爽啊 很糗耶 糗大了 你為什麼不早講 你早點要講張善政 老娘就不選了嘛 對不對 我先生也可以繼續去選議員 他的議員也可以登記 但是初選沒有 初選沒啦 初選沒 除非你脫黨 除非你違紀 那你要人家夫妻一起脫黨嗎 不能這樣嘛 他又沒這個膽 你自己說的 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我認識的國民黨 絕對不會 因為他們離開了國民黨 啥都沒了 因為離開國民黨的 一個遊行氣魄的人 已經最後離開了 就叫余北正 我已經被提出來了 對 所以說他們不敢 他們絕對不敢 因為他們是我離開國民黨 有多難聽就罵多難聽的人 所以他們怕我反撲 把他們罵我的話 兩三百句那個惡毒的話 全部還給他 所以他們可能會預防這樣 對 所以你看我對國民黨多重要 就因為我會罵他 而且你可以揭發國民黨的面目 請問你桃園師傅議長 李小鐘也說蠻挫折的 黨中應該聽地方聲音叫他到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先請坐一下 我們先回過頭來找 那這個幕後黑手到底是誰呢 幕後的黑手 到底是誰呢 我們先聽一聽 陳東豪先生告訴我們 這個幕後黑手 究竟是哪一個人搞的呢 按照你的說法 是傅昆奇嗎 當然是小傅啊 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其實很簡單 他沒有那麼複雜 因為你不管是魯明哲 或者是萬美林 或者是羅志強來講 都擺不平嘛 可是這裡面朱立倫有個心結 有個心魔 就是羅志強 羅志強是讓朱立倫的領導威信 蕩然無存 所以居然被大家講什麼 侏羅記之亂 好那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呢 傅昆奇的角色就出來了 其實是傅昆奇跟朱立倫講 那提張善政 因為張善政有幾個優點 那個時候他們的算盤 本來他們前一陣子傳說 傅昆奇想選桃園市長 更早 所以他去桃園一直有這個 垂涎之隱 愛戀之星 因為他的太太是桃園女兒 OK 果然最後達到目標了 他看到看到 他看到這個桃園市民擺不平 然後朱立倫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朱立倫 馬上六月就要出國了 所以出國之前 朱立倫必須要先把幾件事情 要解決掉 這樣子他那個 他才不會整個領導 領導的問題 全部全部難難堪 一個是臺北市 所以蔣萬恩馬上就提名 然後再過來就處理桃園 那桃園是最麻煩的 因為桃園是是是一個 是一個油鍋嘛 已經沸騰了嘛 所以才會講 才會講說找找那個張善政 第一個就是他有科技背景 然後博士嘛 然後呢又當過韓國瑜 這都黑話吧 就是小副那找張善政 就是張善政是他的棋子傀儡 我不想講更難聽的話 那個我等一下講 就是說 東豪就是善良 每次都鋪陳的時候 都鋪陳得非常正面 然後觀眾看了心裡就在 就在那個圈圈叉叉 我先幫觀眾心裡先說 觀眾就會留言說 東豪你太善良了吧 小副看上張善政的學歷 看到張善政的經驗 小副是看到張善政是他的 好用 叉叉 因為因為這個 這裡面還是有邏輯 因為他出來基本上可以可以 因為是韓國 用打韓國瑜牌 韓粉 用韓國瑜來壓制 所以可以打騙人牌 可是韓粉今天炸鍋囉